就显现 就大开眼界 明星见现 内心拥有三昧 正量 如如不动 不齐一项 完全明白 佛陀在讲些什么 诸位 六主讲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本来无一物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体极空 没有能锁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没有能锁 哪里有尘埃 尘埃就是尘埃 染污的尘埃 就是尘埃 所以 禅宗的最高境界 六尘不二 环童正解 为什么 六尘 什么污染 在佛的角度 大悟的 圣人的角度 六尘不二 环童正解 吃饭是正解 行住坐是正解 为什么 唯心无尽 持有 本性 在作用 完全没有根尘 是一十八戒 生灭法 通通没有 有 也是无法 六根 就根性 六尘 就是法性 六尘 就是世性 在有情来讲 叫做佛性 在无情来讲 就是法性 佛性 法性 本来没有二性 刚刚刚我所指 指出来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看公园的旁边 那棵树 体悟到体空 有什么好处 能源的空 所愿的树 也是空 中间没有意识性 修学佛法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大小圣的关键 小圣 用西空 他要修很长 有时候一辈子都不能理解佛 大圣单刀之路 就是信空 就是体空 没有意识心 谢基斯佛提 分别嫉妒 所以行业 发现了 随着个人众生 这个业的定义是什么 业的定义 不自在 叫做业 令心不自在 叫做业 那菩萨呢 菩萨也得到 叫做至在业 所以这个业 菩萨那个业 就等头没有 所以方便说 它是一种业 菩萨得至在业 众生得什么业 得不至在业 我哪有真严 你答对了 修骂店 我哪有真严 修骂 你了解任言经的思想 真的 他说我哪有真严 就没主在的 叫做业 没主在的是业 业过来 业过去 业过来 业过去 就是这样子 行业发现了 令众生不自在 叫做业 那么行这个业 就是不得不发现 你自己的事件 你随着业力来的 简单讲 不得不发现你的业 叫做行业 中间如果加三个字 哇就更清楚 行业 不得不 中间你加这三个 你根据这个业力来的 你不得不发现 你的阴影果报 你怎么去投胎了 怎么转世的 投胎有钱了 没有钱了 日子好不好过 你的头脑好不好 这个业 哇 千差万别 种种的色彩 所以一般人研究DNA 佛教讲 是业 是不是 众生讲 科学家讲 用DNA 来论断 遗传 这个人为什么出生 是这样子 有什么心脏病 或者是地中海型 贫血 这个人为什么 没多久去船 这个就跟DNA有关系 染色体 染色体的配对 重新组合 哪一对 DNA出问题 突发 主委 那个突头 没有毛 那个突发 现在用DNA 也可以治疗 慢慢地 慢慢地 就用DNA治疗 他就 哪一对染色体 出问题 所以要期待些 期待些 留下来 可以治疗 自己的癌症 就是这样子 行夜发现 世间 无知 无知 就是无有 政治之之 或为 因缘 没有佛的智慧 二圣 迷惑 他是延起 延远 诸位 延远就不能 离开人所 建立了六根 六成六是 一十八界 原起 即自然性 自然性就是外道 外道是很难改变的 夜城难改 只是 也很难改变的限量 把它获为自然性 就是认为 这个全部都是无因 全部都是自然发生的 没什么好讨论的 就自然 那后天 你怎么用功也没有用 因为它是自然发生的 皆是世心 分别 嫉妒 但有言说 都无实意 为什么叫做但有言说 都是世心 是什么意思 跟层相对 那那个 忘事就出来 世心在这里都是指 忘事 忘分别 忘颠倒 就出来了 分别嫉妒 看你的能力 所以有时候 苏读的夜多 就夜难度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所知障 因为它是世心 分别嫉妒 但有言说 都无实意 这个但有言说 都无实意 是什么意思 其实万法 只能说一说 追求 穷就到最后 是没有真实意的 万法 但有言说 好 你看看 打开历史 你打开历史 隋唐 唐宋 阎明清 南宋 北宋 阎明清 你到最后 你看看 整部历史下来 现在那些历史人物 跑到哪里 慈禧太后 没有活那么久 但是呢 演到现在的电视剧 都在演慈禧太后 康熙庸正 甘隆 不是 乾隆 这样做不完 人家死那久 这样做不完 真的有意思 就打开电视剧 不是雍正 就是乾隆 一般就是康熙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演不完 怎么会活那么久 是不是 一个慈禧太后 版本那么多 小理智那么出名 你现在看看 这些清朝 蒙古 春季思汉 三国时代 东汉 三国时代 曹操 现在在哪里 最可量 还有一个 周瑜 看看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看 就是历史 但有言说 都无实验 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电影上 就是这样做 演不完 电影 它就是历史 历史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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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上荧幕 重复 回顾一下历史 所以佛陀 真是了不起 但有言说 多无实意 道尽一切世界的真相